很高兴又跟大家在这里见面 那么每周六晚上 都是我比较期待的一个时刻 因为每周六的晚上 一个月里面总有那么两三个周六晚上 都能站在这里 跟各位喜欢中医 关注中医的朋友们 一起来聊聊中医 谈谈天 那么所以这是很开心的一个时刻 然后今天我们会开启一个话题 也就是说最近比较热门的 也是各位关注的比较多的 也确实是大家所需要的 这样的一个主题 那么今天晚上呢 我就系统的来讲一讲 当然我们是针对大众 我们就深入浅出的 切合大家的角度来讲一讲 我们中医是怎么治疗新冠的 所以本期是我们未知中医 装病老板直播系列的第三期 我们一起来讲一下 中医是怎么来认识 以及治疗新冠的 然后呢我们有怎样的案例 以及经验 也简单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和汇报 好 那么讲到新冠 我们我们看今天是 今天是什么时候 今天是20 我看一下今天是什么时候 好今天是2020年12月17号 那么距离我们当时 2019年年底到现在 也挺感慨的 也就整整快三年过去了 那么实际上呢 讲到这里我们就要提一下 提一下我们跟这个病的一个渊源 那么各位都知道 在三年前啊 也真的就三年了 三年前的这个年底 我们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事件 那么当时呢 刚出现的时候 大家都很恐慌 都很陌生 而且实际上当时消息 还不是那么的流畅 那么我们印象很深刻 当时就在2020年 2月1号的晚上 那么我们就接触到了一个求助电话 那么这个电话是谁打的呢 是我们这个公司一位同事的朋友的表哥 打来的这个求助电话 那当时是怎么样呢 也就是他们一家几口人都在武汉 当时都在武汉 那么这个朋友的表哥呢 也男主人 那么他就是也已经就是高烧十天了 高烧十天 然后呢 家里几口呢 就只有这个太太 跟他的岳父去住院了 只有两个人去住院 那么家里还有小孩的呢 一家几口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当我们可能会问 那怎么会这么多人 只有两个人去住院呢 因为各位都知道 当时啊 非常的紧张 也就是说这个 没有地方去测看员了 所以当时没有地方检测 而且呢 人满危患 没有 就像你确认出来 也没有办法去收治住院 所以就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家里只允许两个人去住院 因为抢不到 没有耗了 所以这个 郑先生 他就硬撑了十天 向我们求助 找到我们 那么当时收到这消息之后呢 我们就开了一个紧急的会议 就是说到底我们接不接呢 其实像我们 我们所考虑的 放在我们线来看 这个事情一家感染 好像是已经很习以为常 因为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回事 但是各位注意 在当时啊 因为我们大家对这个未知的事物 总是会抱着一点这个 一点敬畏吧 或者是害怕 因为不知 所以当时我们也是有顾虑的 那我们的顾虑呢 并不是说 怕自己有风险啊 或者是 我们最大的顾虑是 当心 会耽误患者病行 当心这点 那后面经过我们的讨论呢 觉得还是可以一试 为什么 因为我们终于面对这种所谓的病毒 或者这种瘟疫 我们已经记得了几千年的历史 而且呢 都是确切有效的 所以我们就 多方面思考之下 而且患者他们一家也已经确实 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这个男主人十天在家里吃各种西药 这个推药 抗病无药 还是没法得到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就打算帮助他 好 所以呢 在2020年2月2号的中午 我们就紧急 拉了一个 这个救助群 好 给各位看 拉了一个救助群 好 那么一会儿我们这个群的照片会 会会会会会 会放出来 好 那么呢 我们就先从这个郑先生 开始来帮他解决问题 好 那么当时呢 当时中午开始温诊的时候呢 他是已经持续发烧十天多 那么最高呢 是38.7摄速度 那超过这个38.5摄速度的时候 就服太诺 当然我记得里面还有按摩性等等 好几种西药联用 但是时间下来还是退不了 好 那么什么症状呢 法拉力 口肛 口苦 肛咳咳 连续咳嗽 有时还行为 这个心慌 胸闷 而且发了很多汗之后 还是退不了 人很疲惫 一直烧着 然后人又很疲累 那么呢 CT当时已经显示 左肺商业感染性病变 已经开始出现白肺 确诊是这个 金冠肺炎 好 而且当时他舌苔 各位看 我们讲 当时就是一个韩式 各位看到 整个蛇呢 淡红 放大 然后呢 它也很白 厚腻 蛇它里面还罩着一点黄 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看一下 好 当时开了一个什么方呢 当时呢 我们就紧急开方 当天中午就把方开出去 当时开了什么 开了一个我们中央所谓的 这个 治疗 这个 邵阳 阳明合并的一个属方 大财湖 当时中央大脑 给出方很奇妙 是大财湖加小财湖 这样的一个主方 有时候你看中央大脑 出来的方 会比我们人类的思维 要再更活跃 和这个什么 会更 更有这个什么 会考虑的更细致 全面一点 然后当时我们医生 在家间里面 就加了 这个 加了30克的石膏 这石膏 给他这个 清热厨房 那么因为他 大量的脱汗 里面已经有 这个三斤了 还加了20克的天花粉 那么后面呢 考虑到他皮肥也比较虚弱 又加了这个石膏的钢浆和副片 给他温阳 顾中 里中 就这么一个方 但是呢 问题来 有方虽然开出去了 但是我们当时还没有做 线上的温诊 那么就把方给到时候呢 那么这些人呢 就拿着这些方 怎么样 到处 到处去 开了车 这个在发烧的 很困战 开着车 围着整个武汉地区 去跑 结果呢 逛了一圈回来 买不到药 买不到药 因为大家这个 这个药店都关了 而且药也都被抢空了 医院也没地方抓药 所以有方无药 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 好 那么考虑到我们 我只终于当时啊 在全国呢 就已经有各个联盟商了 那么当时我们就 就联系上了 刚好武汉 有一个联盟商 他可以提供中药 他可以抓上天出来 但问题是 这个真身一天下来呢 已经非常累了 他也不想去拿药了 所以就只能这么等着 好 那怎么办呢 但当时想了 这个想了一下 有没有什么其他办法 好 我们就在当地 他们有人的这个帮助下呢 给这个郑先生啊 拿了两罐科学中药 这两罐科学中药 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我们问子终于的同事 他在台湾带回来的 这个大金融汤 和桂枝汤的颗粒剂 科学中药 给到他 但问题是来的 当时我们经过 主持人一生的判断 当时这个郑先生 这个情况 已经是不适合 再用大金融汤去发表了 你再发的话 只会伤得更厉害 虽然他喝了一次下去之后 开始出现反胃 那么各位注意 各位注意 很多朋友啊 喜欢泥湿的朋友们 都容易断达局 这个也是我最近听朋友们讲 我才知道 都喜欢把大金融汤 当作抗议的唯一主帮 完了 不能这样子 各位注意 大金融汤里面 它里面加了大剂量的麻黄 原因方式用六两 对吧 麻黄汤 实际上就是麻黄汤 加大了这个麻黄的用量 麻黄所说的性格的用量 以及呢 加了什么 深姜大枣石膏 那么大金融汤是怎么样 它是发越水气 发表很强力的一个 这个储方 它是怎么样 是表欲很重 外含里热 表里双减 你喝完之后 马上就大汗就解出来 里面的这个热就浸下去 甚至呢 它还可以用来制造水肿 各位看 那我还看过有些朋友很厉害 一下子就拿了四十五克麻黄 各位千万不能开玩笑 有时候我们常常去看到一点东西 把它当作一个通知的方法 那么很容易耽误事情 也很容易把自己给送走 特别是原方也提到了 你不小心会致成坏病 比如说已经是贵之症 明明它是个贵之症 身体很虚弱 基础病很多 一直在发汗又很虚弱 你这时候觉得它是一个通知方 你给它吃一点大线热汤 完了 难免会大汗出汗托 甚至当心引起心律紊乱 或者是心脏骤停 朋友们 可不能开玩笑 所以原方讲到 如果服用不当的话 会导致什么 心屁肉顺 肌肉会跳动会抽搐 即将就是水月大量脱失 上一轮 各位千万不能开玩笑 汗为心之夜 你脱久之后心脏也会跟着出问题 好吧 所以在这里首先 排除这个误区 并不是你看到 可以用什么 大汹涌汤去治疗一切的这个防疫 错 而且它是一个治疗性的处防 力量很强大 你不能拿它来 更不能拿它来预防 所以在这里首先 就这个第一个点 不能拿大汹涌汤 来通知一切 温力以后的防疫 错误 而且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那么你觉得效果很好 是你用之得当 刚好你是体制强壮 你符合这个类型 你才适合 那么相反过来 你可能会伤害到别人 好吧 所以这一点 一定请各位注意 希望不要看着视频 就去尝试 好 那么故事讲回来 那么当时呢 大汹涌汤 这个喝完之后不舒服 那么手上还有一个桂枝汤 那么我们想一下 也可以给它用 但是感觉它可能会不太有效 因为它力量不够 好 那么当时呢 就给它用了桂枝汤之后呢 怎么样 慢慢的 当天晚上烧就退下去一点 退到37度多 但是很快 到第二天之后又烧回来 因为力量不够 所以没办法 后来后面我们怎么办呢 那么就只能 这个另外想办法 从深圳给它寄药 好 那么从深圳 把药发过去之后呢 好 那么到了五号的时候呢 好 那么这个 这个郑先生 虽然药已经到了武汉 这个 已经到了这个什么 物流中心 但是 郑母不当发药 所以当时没办法 只能这个 这个郑先生 只能托家人 跑到这个 这个仓库里面去拿出来 所以拿到药之后呢 已经是这个7号了 已经是7号了 好 那么中间经过这五天呢 其实上第一次开的方 已经不适合了 所以马上呢 我们的主审医生 又进行了第二次问诊 但我们当时记得不是一个方 我们记得是一套药 像我们的过冬药箱一样 把一些常用的药 备了一箱送过去 备了一箱送过去 好 那么后面呢 就重新问诊 好了 那么现在问诊完之后 症状已经变了 那么现在虽然还烧疹 但是已经是少气两年了 口不渴 而且有汗 身体感觉很虚 所以他也是黄后宁 黄白后宁 那当时就开了 另外开了一个什么方呢 各位看 纸汤就是一个什么 柴湖贵之汤 加上了石膏 去清它的这个 去清热 就是那条绍阳 外合一味 然后呢 再去清它的这个阳明热 以及呢 加上了干姜父子去温中 因为他已经太久 这个已经耗伤了经验 这个这个阴味也亏空 而且里面也失质 所以呢 要加一点这个干姜泡布 去温中 理中 这样的一个思路 好 那么就在这一副药 就小财户贵之 加上生姜 干姜和泡布之后呢 好 用了五天之后 反馈 好很多了 那么多次测量体温呢 已经在36.2到36.5之间 而且没有再怎么出去 胃口也很好 睡眠也不错 已经呢 从脱离危险 从紧急救治 进入到大病出院的调语阶段 那么各位注意 当时 他已经好的这个阶段呢 两位住院的家人呢 还在医院里还没出院 还没有脱离危险 所以呢 在我们终于肛应之下 那么他就转位为安了 好 那么这是当时我们进的群 八个人 那么这个患者呢 非常的感谢 一周以来 体温恢复正常 而且精力也会恢复了 然后呢 当时这个患者 还给我们写了一个 长篇的感谢信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我们工作老师 帮我看一下 我看不到评论 对 好 所以呢 我们当时最早 是跟这个病症 就已经有所打过交道了 但是后面怎么样呢 因为后面我们这个政策 开始有这个管控 就是必须要求我们 必须得到定点医院去救治 所以我们为了不违反法规呢 也没有去做违反事情 所以后面就遇到类似的病症呢 只能谢绝抗诊 谢绝抗诊 那么当时呢 在海外我们又另外开 开开开开 开扩了一片市场 因为海外真的有很多华人 他们会来就求助我们 也就是利用了我们线上问诊的这样一个优势 所以我们陆陆续续在这商店里面呢 收到了这个境外 我们大陆中国大陆境外 好的朋友们 我们一共就是200多到300例 那么我跟各位会报一个结果 所有治疗的患者呢 全部都在3天到21天之内转阴 而且各位注意 当时的病毒力量还很大 也就是说当时更多的还是一些重症危重 都是通通一查 很多是已经开始是肺炎 所以呢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最多的一个也在21天就让他出院 也就是说没有一例死亡 全部转阴 我们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 那么呢 到现在呢 整个过程呢 我们都经历了 也就是说这上天来 我们经历了这个病毒呢 从它的凶险 到现在的一个高长性 但是相对独立下降 这样的一个历程 那么我们也积累了两三百例 这个案例 我们也不是空谈 所以有一些新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政策已经放开了 那么我们这个 国家也提上 我们这种私立医院呢 互联网医院 可以接着相关的这个案例 那么所以呢 我们也利用互联网的这个便捷 那么有需要的朋友们呢 可以去关注我们公众号的 发热门诊 已经可以添加我们的 这个医术工作人员 来获得相关的求助 好 那么这是我的一个开篇 好 那么听到我这里 各位朋友们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疑问 我可以评论区 挑挑几个这个案例 挑几个问题来回答 那么如果各位没有疑问 我就进入下一个下一部分的讲解 好 那下一步 预防的方向是什么 如何辨别 好 那么接下来 我就要跟大家讲相关的内容 那么各位在评论区都提到了 好下一步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新冠各位都知道 它的全称是什么 新型冠状病毒 那么这是它的名字 这是我们这个 社会组织给它的一个命名 那么一开始呢 这个病毒一旦被感染 它会怎么样 它很快就会出现一些 出现重症性的肺炎 所以呢 被它感染后 我们也叫什么 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各位知道 从19年到现在 病毒都有个特点 就是病毒啊 它其实上就只有外面的 这个蛋白鞘 蛋白科 以及里面的RNA 那么它进入到我们 这个机体之后呢 它就需要我们这个宿主 不断的利用我们身上 进行这个复制组合 那么它本身的RNA呢 也不断的在复制 发生变化 所以呢 这病毒呢 它也为了要生存 那么两个因素 第一个 它在不断复制过程中呢 就容易出现变异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 那么呢 它在不同的这个群体身上 特别是注射过疫苗的群体身上 那么呢 它也会很容易 为了生存下来 它也很容易让自己 怎么样 改变形象 这个改变作战方案 以新的一个形式出现 所以呢 就经历了不断的变异 不断的变异 那么各位知不知道 这里面的含义 什么β、α、毒株等等 一直到现在 各位都关注了什么 奥密克隆 它其实上是什么 它其实上就是利用我们的这个什么 这个 利用这个 这个什么 数字 不断的去这个 给它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排序 也避免的这个地名的误化 那么就希腊的文字 去进行命名 那么直到 这已经过大半了 各位看 已经到十五了 过大半了 那么最近 它的编译 这个读书地狱拳 好像又会造成 新一波的一个流行 各位要注意 那么预计后面可能 用完之后呢 会以新臭去命名 所以让人防目胜防 那么在这里呢 各位千万记住一个事情 新冠它并不等同于流行感冒 那么所以呢 这里就会有产生 很多朋友们 到这里就有 这实际上说明一个问题 那很多朋友呢 都容易呢 轻视它 觉得现在宣传的性强 但是呢 它的这个自毒力 致病力已经降低了 所以呢 好像轻视它 就把它当流感一样 对不对 绝对错误 绝对错误 因为在我们 最近接证的当然案例里面 首先第一个 很多朋友们呢 已经是什么 反复的出现 从羊转阴再到羊 已经是 很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反复的感染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那它的致病力 它的毒性呢 绝对是要远远高于流感的 特别是对于什么 特别是对于小朋友 还有基础病 很多的朋友们 还有什么 老年患者 千万要注意 也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把这个 治疗彻底的话 你会加重 原有这个病症的发展 很可能你感冒一场之后 一夜回到解放前 整个身体状态都会变得很差 那么第三个 各位千万不要忽视什么 它的一个后遗症 那么目前在我们 收视的案例里面 很多存在一些 大大小小的后遗症 特别是发现对什么 男性的生殖系统 或者对女性的生殖系统 影响很大 那么像昨天我有个朋友 就跟我讲 或者朋友就跟我讲 那么他们夫妻两个都要备孕 但是他先生 就发现养了之后呢 出现一个什么问题 养尾了 我说没关系 后面我们再 我们再来调治 我们是有办法的 但是请各位一定要重视 一定要重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很多朋友们 有一个这个 有疑问 那么呢 到底新冠 跟这个新冠病毒 跟普通的感冒和流感 有什么区别 首先来看 一般来讲 如果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的话 你普通感冒 它只是一些普通的病毒 像鼻病毒等 呼吸道定时的病毒 所以它引起的症状 很轻微 很快就好 所以有一句话讲什么 你可能不止要七天感冒都能好 这是第一个 好那么一般的流感呢 那么它就是流感病毒 那么虽然它容易引起大面积流行 但是呢 它也很快 它只是大部分在上呼吸道 很快就会好 好 那我们看 那么普通感冒呢 它只是 它要么不引起发热 或者只是低热 而且只是一些鼻塞 流涕打扮涕等 上呼吸道 局部症状为主 那么最多呢 就出现什么 嗓子肛痒 疼痛 一般咳嗽不严重 也就是症状很轻 很快就能好 好 流感呢 它相对来讲什么 传播性比较强 它容易流行 而且大家出现的症状呢 可能会比较相似 而且呢 一旦出来之后呢 怎么样 容易出现 一些这个全身的症状 像什么 发烧 头痛 全身痛 乏力 比较明显 而且呢 咳嗽也比较厉害 但是呢 各位注意 流感病毒啊 它是大部分在上呼吸道 所以它的传播 进入身体之后的侵入性 和毒力 相对没那么强 但是各位注意 像新冠肺炎 它跟一般的这种流感病毒 就不一样了 它这种病毒呢 比较特别 比较特别 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我给它概括了几个字 第一个 传染性强 它比传染 流感的传染性要更强 第二个 变异很快 变很快 它性能很强 变很快 那么第三点 引起的病症 相对会比前面的更重 各位看 一旦感染新冠 各位 有经历过的朋友们都懂 我今天还看到一个词叫什么 叫刀片过喉咙 让我痛感 烟痛的这个程度 刀片过喉咙 这种痛感 而且怎么样 发热 会发烧 肌肉关节 疼痛 伤痛非常厉害 而且会出现什么 嗅觉出现影响 会失嗅 咳嗽 味觉下降等等 好 那么各位注意 那么它还可能是怎么样 往里走 导致肺炎 也就是各位所看到的白肺 导致肺炎 那么呢 它还可以往里面 继续生物走 又发心脑血管的 这个基础病症 导致一些 导致原案的病症 进入活动期 加重 那么呢 还导致怎么样 诸多的后遗症 到全身各个系统 才会产生不同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要跟各位讲 它不同于普通的流行感冒 并不等于说 特别是很多朋友们 有个误区 我好像检测起来看 是阴性的 但我没症状 我好像没事 各位千万不要小看 后面 往往可能你记得到后面 你后遗症就不得了 这是第一个 所以千万不能轻视 一定要重视 好不能带 那么第二个 那也有很多人朋友讲 我好像转应了之后 但是呢 好像转应 看完转应了之后就没事 也错误 各位注意 转应只能证明 什么 代表你的病毒低度 相对比较低 它说不出来 但转应不代表 你就完全没事 不代表病毒 就已经完全被清除 并不是这样子 那么它可能还会 面临后遗症的问题 那从我们的角度讲 你的体质还没去登过来 那你后面 可能还会有一些变化 所以并不是说 没症状 或者是 暂时性的转因 就等于说 至于 错误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重视 好 那么这里要讲 下面的内容呢 我简单来讲一下 我们中医 是怎么认识新冠的 好 那么我们刚才讲过 新冠啊 其实上它就是一种 瘟疫 瘟疫 什么叫瘟疫呢 也就是这种 它导致的病症呢 它具有传染性很强 传染性很强 而且呢 大多数会表现高热 这种温热的这个情况 以及呢 它的致病力很强 所以叫瘟疫 好 那么我们中医期上 很早很早就已经认识到 这个病症 那么从内经开始 从西汉之前 内经开始呢 就已经认识到什么 就已经有记得很多 关于热病 温热病的一些 这个病息理论 那么也强调了什么 提到了什么 正气 唇内 邪不可刚 虚邪结分 必知有失 有提出这样的一些理念 好 那么直到 冬号末年呢 我们的张宗景 张宗景 他的序言写得很有意思 当然我们这里 先不说学术上面的一个 但至少说 他序言里面提到一个事情 就是说张宗景 他原来的这个家族啊 原来有200多个人 但是呢 到后面死伤了七成 整个家族 就死伤了七成 到后面整个家族 就没剩下多少人 那么因为什么 就是因为商行的这个流感 所以他就发愤 一定要这个博彩中方 一定要把这个病给供货下来 所以后面就 筑成了商行杂病问 成为我们金方的一个 优秀的代表人物 这是冬号末年 那么一直到现在 各位注意 一直到现在 不管是之前的清肺排毒汤也好 还是现在很多方系也好 我们很多时候沿用的还是什么 还是张宗景的商行杂病问方 那么也请各位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科技一直在革新 那么西一直要去找病毒 到底怎么样 才能针对兴趣指导他 一直追着病毒跑 而且还追不上 但是呢 中医反而是越古老的 或者是你这个世卫越纯正 反而去回到古书里面去找 找最后方 而且反而效果好 一直到现在2000多年后 效果还这么好 还这么适用 各位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 好我先 我先我先留个媒体 好那么一直到东京呢 出现了什么 这个走后背景方 那么这是葛红的著作 那么这里面就提到了天花病毒 以及提到了清蒿 那我们的清蒿数呢 就是从这里面 得到一个启发的 好一直到唐朝呢 孙十秒 要往孙十秒的背景千金药帮里面 就记载了大量的 跟温热病相关的处方 那么各位很熟悉的 后世的西角帝皇汤 实际上各位很多会误解 以为是后世清朝的温病方 错 来源于什么 孙十秒的千金药帮 从唐代就开始有了 好那么到宋元时期呢 就开始有国家的卫生反应系统 有中央的胎局 以及中央的中臣药局 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什么 霍香正气场 还有我这个就是从这时候开始 就是从宋朝的这个帮书里面出来的 那包括当时宋元时期 还出现了这个金药师大家 因为当时战乱很多瘟疫流行 所以在当时也记录了一大批 有效的方药下来 那么比如说我们所谓现在的防奔通胜赏 就是来源于宋朝 宋朝 好那么到了明清时期呢 我们又提这个提出了什么 义气学说 认为这瘟疫这么厉害 它不是普通的分合行 它是有另外的力气 有另外的一种感染因素 我们就认识到了这个点 包括也出现早期的人工众斗法 以及当时清朝呢 就举办了国际的万国属于研究会 已经有这个方法 好那么一直来到了现代 到了现代啊 我主要讲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事情 1956年石家庄遗脑 当时非常的非常的这个凶险 疫情非常凶险 那么这个西 没有现代医学没有很好的方法 没法把这个病情控制下去 后面是怎么样 后面是我们的国医大师 普普州先生 他根据运气学说呢 开出了什么 开出了昌陵白虎汤 用中西节的方法 以中医为主的方法 才把整个医老给控制下来 这是一个中央疫情事件 到现在还被大家兢兢乐道 那么还有03年的SARS 各位注意 当时SARS刚出来的时候 也是非常大家都很恐慌 而且呢 确实得不到很好 没有常没有很好的方法 当时我们某个这个院士呢 提出了什么 大计量用大计量的激素去冲击 去冲击 结果的怎么样 导致了一大批患者 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这边是留下什么后遗症 骨骨头坏死 所以在我们现在广东某地呢 还有一个 这个病症之后的康部所 这个是我们 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事情 好那么当时林昌廷呢 在我们邓老 以及当时这个任记学任老 等等南北派 这样几个大家带领下呢 我们全程 应用中医药疗法 进行干预 那么各位注意 当年的数据都很清楚 也有发表论文 好那么经过中医 干预的这个 这个部分呢 那么基本上 所有的重症都转为新症 致死率大大减少 以及直到09年的 这个 甲瘤 以及我们 三年前的这场 疫情直到现在 好那么也真是这场疫情呢 让大家民众 见识到了我们 中医药的威力 也让更多民众接受 而喜欢认可我们中医 好 那么讲到这里 我想请各位 应该给我们自己点赞 给中医点赞 那么呢 我希望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那么各位家长呢 也一定要多给我们的下一代 给我们的小朋友 讲一讲 那特别是评估前呢 如果有我们的老师 有教育工作者 一定要有 合适的机会呢 一定要给我们的 这个下一代们 好好讲一讲 我们终于要在防疫中的一个 战绩攻击 那么才能让下一代 接受中医 以及认可和拥护 我们的中医 好 好 我看到朋友们的呼应来 感谢朋友们 好 这也是为我们自己点赞 好 我们继续讲 那么接下来呢 我简单的讲一讲 我们中医防疫啊 有哪有怎样的一些理念 和方法 跟大家讲一讲 那么实际上 我们中医防疫 说来也很简单 也很简单 就一个原理 叫什么 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 也就是说分为正气和邪 两个部分 那么除了这句话呢 黄金内经还提到了一句 很重要的话叫什么 叫虚邪贼风 必知有失 也就是说对于外界的 这个伤害性的因素啊 我们要懂得去规避它 比如说我们现在一直在提上的是吗 勤洗手 戴口罩 通风 就是躲避 虚邪结分的一种方式 所以各位不要排斥这个方法 一定要勤洗手 戴好口罩 做好防护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最关键是什么 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 在这里呢 我讲一个案例 刚才我们开播前呢 我还跟我一个同事在聊天 他说他前两天啊 刚好去跟朋友 几个朋友聚会 那么一共是六个人 好 结果完了 结果他其中一个朋友 后面就第二天就 就被发现是阳性 干 好了 饥饿连伤 他其他四个朋友呢 也秧了 但是我这个同事呢 他就每天也在那里撤 他昨天还给我看 没事 就他一个人没事 为什么呢 为啥大家都要吃饭 大家都养饿 但就他一个人没事 因为他每天都在 从上个月开始 每天基本上都在办公室喝 铁瓶泵茶 因为我们办公室 每天都有这个 提供给员工喝 都会煎好 他每天都多喝 自己也在那里住 也在那里住 所以反而是没事 所以这强调什么 个体的差异 个体的差异 也就是他的抵抗力强 他一方面这个 有药物的辅助 一方面自己很重视 所以抵抗力强 所以病毒也不会 这个造成伤害 赶出去了 不会感染 不会爪痒 这是正气 存在 邪不可干 好 那么基于这样的理念 我们就有下面三种方法 也是我们总结出来的 那么第一个 外用的方法 那么既然有邪气 我们就要规避 规避邪气 那么什么方法 第一个 在明朝李时珍 就提出了几个方法 就防疫的时候 在防疫所 古代 就要怎么样 要用处去熏处 以及熏爱条 或者是用一些方箱避讳的草药 这样子来看 当时是李时珍提出了的 明朝 那么其他有没有效果 绝对有效 绝对有效 当时我们这个 我当时在大学的时候 当时我们这个开会 那我们校长都会用一些 这个方箱的药 做成这个药箱去熏蒸 进化空气 我们当时整个大学都这么做 那么呢 对于我们个人 可有什么方法 在这里我提倡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 我们可以配戴一下香囊 比如说我们有推出的 这个胖虎香囊 那基本上香啊 香囊里面 基本上它都是什么成分 然后我们中药的香药 香热药物 这个什么货香 丁香 糖香 酱香 薄荷 钢香 这个仓竹 仓谱 那么这类东西 那么各位注意 为什么这类 大家身上会有效呢 第一个 它已经打成分了 而且第二个 这些药物 各位去煮的时候 一定注意什么事情 很快就会香味大出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有效成分 都是挥发油 那么这些挥发油 打成粉 被我们配戴在身上 吸引我们的口鼻 黏膜之后呢 它能附着在上面 产生效力 体调看一眼中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所以第一个 配戴这个香囊 那么第二个 可以怎么样 熏一熏爱调 因为本身爱这个东西 我们知道它本身就能避讳 爱调 爱也本身就避讳 而且你熏完之后呢 你最好这个熏一熏削尾 比如说揪一下大锥 揪一下分门背书 揪一下光源 顺便能刺激一下削尾 起到补足症剂 调为一味的这个作用 这是第一个方法 外用 规避学习 内服呢 我们这里是讲预防 内服呢 适合于什么 比如说我们这个预防 或者是还没出现这个阳性症状 或者是无症状感染者 或者一些轻症 我们可以用一些内服的方法 在这里呢 简单推荐三个方法 那么第一个 可以喝 比如说我今天泡的铁瓶风茶 这个时针有效 这是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我们厨房里面就有的药 生姜 生姜 生姜其实上可以当作是一个小柜子汤 那么喝下去呢 可以起到这个温暖我们的脾胃 起到一个温正脾胃 然后这个什么 助调和一味 发汗解表上寒这样的一个功效 给我们身体补充一点能量 这是姜汤 那么我们呢 这个最近上层上也有推出了这个 云丹的这个小黄姜粉 那么都行 各位可以买我们的姜粉 也可以自己在家里弄点香 那么第三个 我们呢 原来也有一套这个厨房感冒表 那么对一些轻症的 我们完全就可以在家里弄点辅助 比如说喝点这个 这个柠檬蜂蜜水啊 或者是喝一点烤橘子蜜啊 那么呢 具体的方法 我们都有做成了一套文档 那么今天呢 我们团队呢 以及我本人 也包括我们领导师等 也做了一份防疫的警囊 做成一份PDF文档 很长的啊 很稀释的文档 送给大家啊 那么各位可以找我们领取啊 可以找我们后台的工作人员领取 免费领取送给大家 防疫警囊啊 一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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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 各位可以看一看啊 可以根据情况去这个给自己 以及给周围的家人啊 出一点点这个力量 为健康护寒啊 当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 好 那么训练 训练这里啊 我更多是针对什么 身体平时比较虚弱 而且身上基础病很多 以及呢 体质拼搏很严重的 这样一些朋友们啊 比如说身上含尸体是比较明显的啊 动作就感冒的 身体很弱的 阳气很弱的啊 很怕冷的 这些朋友们 那刚好最近呢 我们在做三九训练营啊 那每天我们的老师呢 会带着各位去练八部金刚功啊 教大家怎么系统的薰爱条啊 泡菊一包喝药茶等等啊 那么各位呢 这个军营营也很 也基本上是会名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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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啊 那么各位呢 也可以关注 以及欢迎各位加入我们 好 那么接下来 我简单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手头的这些成药 怎么来用 或者我们手头 比如买我们的这个药箱的 或者手头就有中央的朋友们 怎么来辨证 应用这些方法呢 来治疗啊 那么各位强调 这次里我想的治疗啊 主要是针对轻重症的治疗 也就是说你相对来讲 症状呢 比较符合上面的这些症状 而且呢 咱们本身没有很严重的基础病 比如说没有说肾衰啊 什么心衰脑梗 没有严重的基础病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呢 我们可以 一会儿我马上讲 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 辩证的方法 大家可以 根据我们的方法 自行取药 或者是这个 运用手头的中药 成药 给自己辨证 或者给家人辨证开放 也就是教大家怎么用 正确的用 一会儿我马上讲 那么当然 对于太严重的 基础病很多的 或者是已经进入到后遗症了 也就是你已经转阴 但是你觉得还是到处难受 甚至出现了一些症状的时候 那么我建议咱们还是赶紧就医 可以到我们的发热门诊 或者到我们学校问诊 不要耽误病情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新冠我们讲轻症 大多都有这十个症状 那么各位有经历过的朋友 应该都是我体会的 第一个 头痛是不是 头痛 咽喉痛 充血 甚至很多人说这种痛是什么 刀片过喉咙的那种灼痛 那种强烈的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高热发烧 不一定 有的三十八度多 有时候三十九四十度 晚上发烧 再一个还可能出现什么 腹穴 腹穴 肝壳胸门 这个要注意 往往怕是什么 会早期会有点肺炎 这个遇到肝壳后的喘 胸门一定要特别注意 一定要特别注意 还有什么 声音沙哑 对不对 然后感觉到冷 怕冷 还有什么 身体霜疼 这也是很常见 全身的毒性症状 还有什么 出现结末的发炎 红眼病 还有浑身乏力 疲劳 还有比较什么 严重的什么 嗅觉和味觉上失 这也是比较麻烦问题 甚至这个没有治疗好 可能会耽误 可能会造成 相对不可逆性 藏心的这种 味觉嗅觉上失 所以遇到这状 各位朋友们一定要重视 不能脱 不能脱 好接下来讲一下我们中医治疗的原则 那么在这里 一定要跟各位讲清楚一个原理 那么首先明确讲几个事情 第一个 我们中医治疗的思维 绝对是什么 审证求因 随证论治 也就是说我们不存在 一个中成药或者是一个方通知所有病症的情况 不存在 你预防可以 但是你治疗上 绝对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各位一定不要 看到什么 这个都是这个莲花青纹胶囊 或者是金杆胶囊 或者霍山正气小潮 全部一个脑就随便用 首先第一个 不是一张帮通知所有 像刚才讲的大青纹 也是这个道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中医的关键是什么 省证求因 各位注意 以前有出现一个笑话说什么 榜兰根抗病毒 就觉得把榜兰根的T恤 拿去这个跟细胞做化验 这绝对就是错误 各位注意 我们中药是怎么产生作用的 中药是喝进去之后 跟我们的人体产生这个反应之后 使我们人体产生一系列的反应 化的反应等等 对抗病毒 提高免疫力等等 产生这样的 修复损伤的机体等等 产生的这样一些变化 绝对不是一个中药业 去跟细胞做做反应 这首先食物上就错了 所以各位注意 我们中医是在活人身上起效果 错了 不是在细胞身上起效果 所以一个关键点是什么 省症求因 学症论治 我不管你是什么病毒 或者是什么学习 只要按照我们的辩证论治思维 照样能把病治好 所以中间是什么 省症求因 什么叫省症求因呢 这个因在我们看来 它绝对不是一个新冠病毒 错 它是一个瘟疫疫病 我们讲瘟疫 只是说真的它的一个特点而已 但是我们这个因怎么求呢 我们这个因是从症状症候群里面来的 也就是说看你这个人表现为哪一些症状 那么我们倒退过来 用我们中医的思维 探别你是怎样的因 那么再根据你这个因呢 怎么样 随症论治 变为你是哪种类型 给你主方 给你论治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并不是说看到新冠病毒 我就直接一定要看病毒的 这个联花精神教堂就给你吃下去 不是这样子 那所以呢 就这里充分的体现出我们中医怎么样 强调治疗病的人 而且各位注意 并不是说每个人养养之后症状都一样 不是的 会有一些区别 所以这里就要因人论治 随正加减 好 那么怎么来鉴别这个因呢 我们来看 好我们首先来讲寒 好那么各位注意 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个情况 同样一家人啊 同样一家人感染了 感冒我们最近都这样子 一家人养了之后 会发现一个事情 每个人男女老少老小 症状可能都不太一样 不是一样的症状 当然症状可能会百分之七八十都一样 因为它是一个相对来讲 它是一个疫病 因为它的病毒比较相对比较什么 一致 所以呢它可能症状会相似 但是绝对不是跟每个人的表现都一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们中医看来 你会生病是怎么样 外邪的病毒跟内在的机体 产生抵抗后产生的一系列症状反应 那我们把这个反应综合起来 按照我们的室内去辨别 就是在辨证 这就是辨证 所以不同的情况 我们绝对会有不同的属方 绝对不是说 绝对是一人相对一人一方 而不是说一个方全部的人都适用 好那么常见的有几个情况 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 那么平时体质比较偏虚弱 或者比较偏洋区的人 或者是住在比较寒冷的北方 这样的区域的朋友们 往往怎么样 容易表现韩正 在这里跟各位强调 就我们最近接证的上百来的病症来看 还是符合最早的那个辨证 大多数是属于寒诗意 以这个寒相为主 寒诗意 绝对不是榴花青棍胶囊这一类 所以各位喝完后可能会觉得没用 因为是你没有辨证对 好 那么如果是寒相很重的情况 表现什么 第一个我们这个什么 急上病毒或者是怎么样 我们从这段来表现 第一个 养了之后呢 如果说身体本身比较虚弱的 平时又比较虚弱 表现为怎么样 发热 怕冷 而且怎么样 身上大汗出 就是身上湿湿的 容易汗出 然后呢 又怕冷 身上有疼痛又汗出 而且平时本身就比较虚弱 还流鼻涕 虚弱 怎么办呢 往往是贵之汤症和预评分产症 这两个呢 能起到调和盈贵 那么这个顾护卫表 以及解肌的一个效果 那么 当然所有的处方 今天处方会稍微多一点 有十几个 当然我不会多讲 那么具体怎么样 具体刚刚讲过 请各位去领取我们的防疫警囊 里面呢 这PDF文档里面 有详细跟各位讲 每个方级的适应证 直接可以让你对号入座去查询 各位去领取 各位领取 在这里时间有限 我只举这个例子 所以往往身体比较虚弱的人 容易出现贵之汤症 或者预评分产症 那么这两个一相加呢 就是我们今天喝的铁瓶风产 那么这是身体比较弱的这一类 好 那么平时身体比较强壮的这一类人群 他养耳之后容易出现什么样的表现 容易出现分行表实症 分行一进来就是出现什么 这个邪欲基表 什么叫邪欲基表 就第一个 烧得很高 而且呢 怕冷也比较厉害 烧和冷都比较厉害 而且呢浑身疼痛 肢体关节全身痛 痛完之后还容易怎么样 还容易咳喘 而且呢相对汗比较少 这就是典型的什么 麻黄汤症分行表实症 上面是虚症 这是表实症 但是呢 我们往往人不会按照教科生病 所以其实上我们往往更常用的是什么 葛根汤症 为什么呢 因为大多数病例出来之后呢 还容易出现一个什么症状 像被降输输 也就是说感觉颈椎啊 和整个后背非常的舒掌不开 很难受 而且呢 甚至有时候还出现什么 腹泻的情况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很适合用什么 葛根汤 所以这是大部分人 可能会遇到的一个类型 葛根汤症 那么甚至呢 我刚才讲过一个类型 这个嗅觉失灵啊 或者是味觉失灵 往往很多情况呢 伴随上面这些症状呢 也往往会用到葛根汤症 各位注意 好 那么葛根汤 它其实上就是上面的麻黄汤呢 加上 桂枝汤加上什么 麻黄葛根 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厨房 那么各位注意 葛根汤里面还有麻黄 那么各位呢 在自己用麻黄剂 或者是拿到我们医生的麻黄剂之后呢 要注意几个问题 第一个 麻黄它具有强大的温阳 这个结表上的一个状 所以吃完后 容易让人怎么样 兴奋 所以具有麻黄的这个厨房 各位喝完之后呢 会有一点心悸的感觉 都没有关系 正常反应 第一个 感觉有点心慌 心里空了一块 或者心碰碰碰碰碰 跳得很快 都不用担心 正常的药力反应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喝了麻黄剂之后呢 一定要怎么样 尽量早一点喝 你可以放到早上和下午喝 比如说早午餐后一个小时去喝 相对不容易影响睡眠 假如是你喝太晚 那不好意思 你可能整个晚上都会不好入睡 所以要注意这个事情 那么因为它 这个麻黄汤呢 它也有这个 这个宣废力学的功能 最后有些朋友们 喝完这个麻黄汤之后 会怎么样 会觉得小便增多 甚至有些人 原来下礁四十桌中的 反而会觉得怎么样 有什么 有四十桌排出来 小便反而不通畅 或者有一些黏液排出来 都是正常现象 不用担心 那么第三个点 喝完这个麻黄汤之后 麻黄类的肺泡之后呢 各位呢 就是怎么样 已经大汗黎泥之后呢 就不要再刻意去误患了 最好是怎么样 让身上微微均匀的出汗 出汗之后呢 热马上就退下来 人就舒服 这是最好的状态 OK 那么这是关于汗 我们这几个三个状态 好那么小西红汤也是一个很精美的方 那么它是用于什么 外含内隐症 也就是说外面呢 一派出现高烧怕冷 肢结疮痛头痛 但是呢 里面又怎么样 分泌物很多 隐症很多 表现有什么 鼻涕很多 白鼻涕很多 这个呢 咳的糖很多 而且颜色都是白的 那么这时候就是什么 很适合小心龙汤症 往往介于什么 比如说有慢性脂气管炎 或者慢性肺部疾病的一些人群 好 那么呢 假如说你平时 这个身体就比较热 比较热 或者是呢 已经病程比较长的时间呢 已经从油寒 往里面转到热症的时候 或者已经到半秒半里症的时候呢 就容易出现一些热症 那么各位注意 银翘散啊 或者是各位所见到的什么 莲花清温胶囊等等 这一类啊 或者是金兰胶囊 这一类往往是银翘散的便方 或者是银翘维系片等等这一类 会注意 只有比较特定的一个人群 比较适合是银翘散 什么人群 第一个 相对来讲 表欲的症状没那么厉害的 也就是说肢体的关节疼痛 或者是怕冷 这种症状不太明显的 那这种表现是什么 相对来讲没那么怕热 但是怎么样 但是呢 咽喉痛比较厉害 咽痛比较厉害 而且呢 充血 而且容易有口臭啊 就是身上的热症比较重的 上焦预热比较重的 口渴 烦燥 这种相对比较是银翘散 但是各位注意 你银翘散啊 拿去用尘药去吃 效果很差的 所以就很多人 没晓得有一个原因 我们真正以前 在用银翘散的时候呢 都要第一个 剂量要大 而且呢 煮的时间不能太久 这个才有效果 那么你用一些这个中尘药 不见的效果会很好 不如什么 不如用金方有效 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 可以用什么 可以用这个在 原方的基础方向 比如说 刚才基础方向的什么 加上石膏 30克 或者结根 年翘这类去用 可能更好 去清它的热 也能治疗的咽痛 清解肺微润 好 那么当病症到达半秒半里的阶段 开始往里面入 热往里面走 但是还没那么热的时候 还不到你热的时候 我们常见小潮汤症 表现了什么 嘴巴干 嘴巴苦 食欲不振 而且胸脚部可能会憋闷 还有什么 容易耳心呕吐 当然这时候可能还有一些表症 可能还会头痛 或者肢体关键疼痛 那么我们就很适合小潮汤 特别是什么 特别是女孩子在精细的时候 基本上通用 因为她也能治疗 妇人热入血世 小潮汤 好 各位注意 那么小潮汤最关键就是 财物的量一定要大 那么当热进一步往里走 或者是已经发汗过后 那么损伤了精液 出现了热还是很重 或者是已经出现了反渴 口渴 脉跳得很快 很照热的情况下 怎么样呢 白虎汤也经常用到 它可以直接清阳明的热症 白虎汤 好 那么这个就是刚才讲的大青龙汤 至少外面含很重 玉蜜很重 但是里面热又很重的情况 外含里热 那么就用大青龙汤去发跃 好 那么假如热已经到了 这个邵阳阳明 就是里面胃肠有热 甚至肠道里面有机制 大便已经好几天不拉 然后这个外面又有热 然后这个口苦也很肝 舌苔又很黄又很厚 甚至有些血压还很高 还很烦躁怎么办 大柴虎汤 或者是用大柴虎汤加上白虎汤这类 都很适用 可能厚完之后马上大便就冲下去了 热很快就退 好 那么像这个发热到后期 出现轻阳上的症状 还有一点热相的时候 那么比如说还有点发热 烦躁 口干口渴 就很是什么 猪叶 石膏汤也是金刚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这就是2000多年前的处方 这么有魅力 那基本上很多患者 喝完这些处方之后 基本上一周内都能转移 快的话也就两三天的事情 好 那么呢 其上寒失忆 那里面其上有一个很关键的 就是失识相 在这里我简单的讲几个就行了 好 那么调整来 比如说霍香蒸气场 各位不要乱喝 一般我们什么情况下 才会喝霍香蒸气场 外有分寒 内有寒失机制的时候 我们才会霍香蒸气场 比如说什么 外面感觉到什么 很怕冷 胃寒 身体又疼痛 里面又有寒失很重 舌苔一生出来都是白厚腻的 下面又一直在拉肚子 而且肚子一拉就很爽快 或者一拉完就很虚弱 很怕冷 这种情况下 我们才喝霍香蒸气场 各位注意 这种才适合 那么比如说我们金方里面 还有什么 半键后破汤 那么这个可以理系化痰 那么也适合痰特别多 而且又容易脏气 或者冰面的这种情况 那么其他的我就不多讲 那么各位自行看我们的手册 好 所以在这里 主要各位记住一个点 不要乱用药 不要这个 第一个 不要浪用药 你要变准了再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怎么样 不要瞎东西乱头 或者好几种尘药一起用 我看过好几个案例怎么样 还没转还没痒了 就先把自己送进急症了 急性药物肛炎 所以千万不要浪用 必须要辩证论治的用 要符合症型类型才用 那么第三个点 不要轻视 不要以为这个无症状就是没事 也不要以为这个转阴了就完全没事 要防止后遗症的出现 那么对于这个有基础疾病多的 或者是这个症状比较严重的 一定要及时就医 不要耽误 好 那么下一个 各位注意 哪里有手册呢 手册请各位找我们的工作人员领取 加名片 是加名片吗 找我们的工作后台 对 找我们的工作人员领取 免费给大家准备了一份 可以对号入座很详细的 这个可以这个应用中医的方法去防疫的 致疫的 各位领取 好 接下来快速跟各位 好 各位点下方添加微信 点下方添加微信 可以免费领取我们的这个抗疫防疫手册 那里面有详细的教各位怎么样去用方便方 或者用一些成要 精准的运用成要 来这个防治的一些方法和技巧 各位免费领取 各位先添加微信 好 接下来我们简单的来分享几个案例 我们救治这个 这个新冠的案例 好 那么首先第一个 紧急救治英国的新冠肺炎患者 我们讲到我们早期啊 就是不作为表执政策的事情 所以我们这个案例都比较早 我们看一下 这一个是在当时疫情还比较肆烈 而且呢这个病毒还毒力还比较强的情况下 我们2020年3月26号 英国的某某女士出现严重的咳嗽 发烧法律 当时还没有特效药 那当时她的舌头里面是看到我舌苔黄 那么当时都是用英文沟通 严重咳嗽 发烧法律 也就是说基本上已经引起了肺炎 已经是白费 好 那么当时怎么办呢 当时开出的方没地方抓药 有方无药 所以怎么办呢 当时只能呢怎么样 只能从台湾运送科学中药 进往英国 那么当时经过变证是什么 胃之汤加上麻性钢子汤症 也就是外有这个本身体质虚弱 外有淫威不合 而且这个什么 里呢还有肺热 也就是外有寒里有热 而且这个肺气欲弊 那么这时候怎么样 就要解表上寒 再加上什么 清里边的这个肺热 以及呢要兼顾一下脾胃才会硬胃 所以当时只有科理剂 就只能这么用了 没法下加减就这么用 好 当时就算是这样的情况下呢 好 那么各位看 好 3月底 3月26号 那么一直寄过去之后 就开始 印过之后 就开始用4月初受到药 好 那么到4月2号的时候 成为消息 后来之后呢 身体状况明显好转 咳嗽明显减新 好 3号水房呢 好转很明显 只遗留轻微的咳嗽和疲倦 好 那么到了7号 一周后水房呢 好 已经完全不咳嗽了 那么这是第一次 一整天没有咳嗽 好 那么直到后面呢 就完全转阴了 好 那么呢 这个患者呢 就对我们表达了感谢 表达感谢 好 那么这是当时 还比较重的情况 我们用科学重要 照样也解决问题 第二个案例 他是个日本的患者 日本患者 我们看一下 这个时间呢 也是比较长了 当时也是在厄里面的时候 那么这个猛男性呢 也是我们的 算是有人吧 检查到了这个肺部CT 确诊为什么 新冠病毒阳性 已经是肺炎了 这段是什么 咳嗽咽喉痛 轻微发烧 浑身肌肉疼痛 口黏口中无味道 无食欲乏力 各位看 这又很像什么 外有寒湿的欲弊 内有湿湿浊 脾胃味比较虚 而且呢 肺味还要预热 咽喉痛 好 当时怎么样 因为日本使用 汉芒之气比较多 生药片也难购买 所以限制于这样的条件呢 那么只能开出了 比较相近的两张方 分别是什么 麻杏石钢汤 桂石汤 跟刚才一样的这个厨房 就只能先这么用 好 浮药第三天后水板 没有咳嗽咽痛的症状 所以疗效就是这么快 各位注意 好 那么继续浮药其他所购买的 这个汉芒中央之气 巩固疗效 比如说用我们刚才讲的什么 这个竹岳石高汤 或者是这个森林百祖场 这一类 好 那么很好 已经转印了 没有在任何症状 好 那么下来还有两个案例 就是我们近期新鲜的 10月份前几天的案例 给各位看一下 好 中央一致新冠营地 这个很快就转印 我们看一下 那么这个呢 是这个9月份 这是9月份的 说是口误 那么下一个案例才是近期的 好 9月11号 加拿大某个华人 她是个华人女性 发烧36.8.6摄氏度 肌肉酸 腰酸 肩膀酸 脚软头痛 头昏成明显 那么讲到这里 我特别想跟各位互动一下 那么我想请朋友们 我们来头脑分保一下 回忆一下 各位记不记得 麻黄汤的八大症 是哪八大症 我们评论区留言一下 好 请朋友们 各位知道麻黄汤症 有哪八大症吗 也就是说 基本上你只要看到 这八大症状 那么基本上 八九不离十 就是麻黄汤类方了 比如说我刚才讲 葛根汤 或者是麻黄汤这类 各位记得吗 我看到部分症状了 不够全 请各位回忆一下 麻黄汤的八大症状 有没有 其实上挺好的 凑起来就差不多了 好 挺好的 其实上就是很简单 头痛嘛 生痛 这个雾风 发热 骨节疼痛 无汗 而且什么 船 这个是麻黄的八大症 好 我看到已经有朋友写出来 很好 好 那么你看 它其实上很明显的有表欲 这个韩式欲语表 而且怎么样 胸口闷咽喉堵 这就是什么 我们讲肺和肺语皮毛相表里 那么你外的风血液侵犯之后呢 把体表皮毛移育制 那么肺气肺的喧包素这样的力量呢 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会出现什么 胸闷咳嗽憋闷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肺气失宣之后呢 肺的血液大气也出现问题 所以会出现什么 开始出现生糖了 好 然后呢 胸口堵咽喉硬物感 胃硬痛 没有食欲恶心 反双爱气 好 而且怎么样 口刚口鼓喜欢喝凉的 已经开始有点什么 热像出来的 好 此人舌薄白 舌荡红 舌下楼脉止心 好 那这个要怎么变成呢 各位看 好 很快 那么我们中医大脑就推高发射为主症 中医大脑看了什么 各位看 好 那么这其实算是一个很典型的什么方案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 各位看 财乎贵之汤 财乎贵之汤 因为这个患者已经有明显出现什么 第一个有表症 第一个有出汗 那么肢结这个双痛困层 而且里面还有什么症状 口鼓烟钢 食欲不正 那么出现一个财乎症 所以就是财乎贵之汤症 内书条绍阳 外条淫味 那么出现这样一个调和的一个方计 我们看一下 好 那么反馈 9月13号之后 当时他11月号看诊 但实际上当时虽然有症状 但是没测 那么他直到9月13号被确诊为新冠 那抗原是阳性的 好 那么吃完三天药之后怎么样 精神状态 胃口 胸闷 咳痰都有改善 而且感觉胸口痰阻明显 后完药之后痰很多一直想排出去 那么这是正常的排血反应 各位注意 当你有咳嗽的时候 你喝完中药 觉得痰好像变多了 一直想往外排 攻击你 这不是变坏了 是身体正气上来的 开始往外驱赶 并且的一个表现 那你痰里面可能是一些已经坏死的病毒 可能是我们白细胞跟病毒的尸体排出来 一些异常分泌排出来 那么这就是这个正常的排血反应 好 那么我们医生怎么治疗呢 那么既然有效 那么到14号复诊的时候呢 你看这个还是发烧 但是烧最高已经是低烧了 37度6低烧 还有点怕冷 恶心矮气 那么这个鼻涕很多 有痰堵住 吐不出来 然后大便还有点黏 我们继续看 那么呢 就在原来财乎 贵士汤不变的基础之上呢 加了几个调畅气机和化痰的药 加了杏仁 止窍 结梗 泻白 宽 胸 礼气 排糖的这样一个厨房 好 那么到第二整厨房收到药之后呢 一直喝了三天后 到9月18号 三天后 水饭怎么样 三天后就开始转应了 这完全就是用纯中医的方法转应 所以呢 各位其实上遇到这种情况 千万不用担心害怕 中医有办法帮你解决 而且呢 包你好 怎么帮你好呢 从你最重的 从你这个有症状 知道没症状 或者是你已经有基础病 帮你从中症 转到轻症 再到治愈 以及呢 帮你治疗 以及预防后遗症 再者 再帮你再次 这个提高抵抗力 防止再次转应 再次转应 所以也就是说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健康 第一责任人 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各位一定要懂一点知识 才能更好的保护 帮助到自己和社会的亲人 那也希望我们终于能帮到咱们 这本来中医学也是我们 中华人员这个宝贵的这个财富 所以我们每个中华人员呢 都应该把它利用好 给我们自己服务 好 那么再来讲究一个小案例 好 那么是也是我们终于大脑 通过线上完整 远程治疗新冠 我们来看 那么这个啊 这个案例有点 有点难揪心 那么这个是在12月11号 也就是说还一周不到之前 那么这是我们宋正宇医生 治疗的一个案例 我们已经发表了都可以去看 好 那么李先生这一家 他们一家几口呢 全部都都养性了 但是呢 家里面只有一个抗原事迹 因为外面都买不到了 所以呢就他们家人呢 就给了李先生给老爸用 好家伙结果一侧养了 那不用置疑 其他人肯定也都养了 那么怎么样 而且他开始烧了之后呢 开始包刀烧到上十九度九 而且呢 他自己在家里也有吃药 吃什么 我记得是什么 第一个 玉瓶分 我不是甜蜜 是玉瓶分 还有吃什么 防风通圣场 小财壶 还有这个 这个清感娇男 就是四个一起吃 但是呢 还是没效 我刚刚跟各位讲了 很多时候这种成药 效果真的是不够好 然后呢 好就开始发烧 刷到上十九九 已经是高烧了 好 口肝口可大便肝 腿脚双疼 腰双乏力 身体沉重 昏沉 头脏眼睛脏眼睛热 各位看 这表现是什么 各位看 这实际上已经有点像什么 我们刚才讲的白虎汤症 你看已经口肝口可 大便又干燥 身上的精液已经在消耗了 精液已经有所不足 好 酸痛 腰双痛 乏力 沉重 昏沉 说明怎么样 说明还有表震 外面还有这个表震 好 还有这个头脏眼睛脏 眼睛热 里面有预热 外含内热 点心没个外含内热 我们看怎么来治疗 而且怎么样 还有甲有丝 舌红 气氛有热 舌太白厚腻 甲有丝 好 那么马上 这个推高发高超微组成 中文大脑就给出了一个厨房 白虎汤和贵乎贵之汤 第一个就是清洁阳明的热震 第一个用白虎汤 那么这里面也有养阴的一个功效材 用芝母 还有精米 好 那么财乎贵之汤呢 就怎么样 解表清理 整个方式就是外解表清理 包括调和少阳 就这么一个商阳合并的一个字吧 其实上这就有点像后世的什么 柴阁解鸡汤 类似这样的一个方法 就解表清理 好 那么为了预防他什么 中心大脑也很聪明 瘟疫口渴 推出了什么 银花莲翘这个药主 那虽然这个患者当时还 咽痛不太厉害 但是我们医生很快就加上了 银花莲翘 好家伙 那么到他这个第二天 这个隔两三天后 收到药之后呢 就已经开始咽痛了 有一个人刚转而咽痛 那么很好 刚好这两个药呢 就很好的起到一个防御效果 好 那么12月12号 水板 那么体温开始降 从39.9 降到了38.4摄氏度 好 那么持续再往下降 好 那么到当时就出现了 烟钢烟痛 当时我们已经开了 这个银花莲翘 做预防 好 那么到了13号呢 体温只有多少 36度多了 也就基本上已经不超了 咽喉不适和食欲不正 还有 好 那么到了14号之后 也就说123 餐厅后 体温平稳 只剩一点点咳嗽 就是这么快 好 然后呢 这个就开始各种感谢了 然后呢 准备一家人全部都找送医生看诊 到我们的心上发热门诊看诊 好 那么到这里呢 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也就短短的三天时间 好 那么在这里呢 也给大家推出我们的这个 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心上发热门诊 好 那么为了帮助到更多的朋友们 因为我们最近很多 我的老患者都是一家人来找我 说成医生怎么办 我一家都阳性了 好 外面又满不到药 那么为了帮助到各位 好 那么我们也专门开了一个发热门诊 那么目前是有四位医生在里面 好 那么当各位发现自己阳性 或者是有这样一些外感症状的时候呢 那么呢 可以这个到我们这个发热门诊 挂好 看诊 好 那么我们也会及时的把药物 这个调配好 发到各位手上 好 那么今天我主要讲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 刚好是时间到 那么剩下的 我留一点时间 跟大家一起互动一下 那么朋友们呢 有遇到相关这个主题 有什么样的疑问的 我们都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说一下 好 那么我挑一些话题 跟各位来互动 好 各位有这个 问题可以在评论区下面说一下 有朋友们问要几天能到 好 那么一般来讲这个 因为最近这个快递的时效 确实不好保存 好 那么快的话 一般都是在两到四天 好 那么我们的药方出来后呢 也是鼓励各位 可以先拿到药方 现在当地取药 好 那么一般过一天两天三天 我们的药就到了 那再接着喝 只能先这样子 因为确实我们也有点 有点无奈 那么手车怎么领取 那么各位 加一下我们下面的微信 加我们的微信 然后找我们的工作人员领取 铁瓶瓶中肠 平时当然可以喝 当然可以喝 好 那么已经出来了 那么各位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这个名片 免费领取我们的这个防疫锦囊 里面有涉及到相关的 很细致的每个中程药 或者每个常用处方的这个用法 适应证 以及我们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 可以供各位参考 孕妇怎么办 那么孕妇一样的预防方法 当然这个孕妇我们更推荐 喝中药 因为相对来讲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什么 我们的负重会更少一点 那么 婴儿也是一样的道理 小朋友也是一样道理 那么对于小朋友呢 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推荐的手法 推荐的方法 可以这个 那么在手册里面都会提到 各位可以去看 那么我 截止到今天第三天 那么我手上已经有好几个朋友们 他家里的小婴儿 也都是发热 但是也没什么药可以用 当时也都是用了这个推荐手法 那这里强调一个点 各位再给小朋友们 推热做突然手法的时候 不要这样干推 你弄一点水 如果有薄荷水最好 脏一点薄荷水 或者是清水茶水 那么呢 轻轻的给小朋友拍打 一边拍打一边推一边吹气 那么这样的效果会更好 这是一点小心的 转移后咳嗽怎么弄 那么这个要辨证论质 这个要辨证 那么各位注意 你不能说只刚纯喝了铁瓶风茶之后 就茶都不管 不是的 你当然你该戴口罩 该防护还是有 我们铁瓶风 主要是提高你的反应能力 当然也有比较好的案例 像我刚才讲的同事 他们六个人出去吃饭 那么一个阳性的 其他四个也都阳了 那么只有他还依旧坚挺 他每天都喝了一段时间 好 那么我看 那么容易上火能否喝铁瓶风茶 其实上铁瓶风茶相对 他这个煮方还是比较平衡的 那么他也不是说包子摆冰 我刚才讲的 第一个他首先是作为预防 或者轻症的治疗防治 那么所以他其上是适合八九成以上的人 特别是对于容易感冒体质虚弱的 容易出汗的这样一个群体 对于大部分人都可以来这个防疫 但是对于已经出现症状的 甚至是热相比较明显的 口苦烟钢或者是这个烦躁 咽喉痛得极度厉害充血 像大便后密结 像这种情况 你就不适合喝铁瓶风茶了 已经性症变了 所以各位不要误解 不是说 全程都用不是 好 那么各位就加一下下面的微信吧 找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领取 好 那么铁瓶风茶大概率都是能喝的 八九成都适合 好 行行行 这样子 好 那各位这样吧 有疑问呢 我们就联系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 好 那么我们后台呢 会收集相关的问题 代表性的问题 到时候再回复给各位 好吧 那么我们就今天时间已经到了 那么感谢朋友们的陪伴 那么希望呢 今天这场讲座呢 能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启发 或者是帮助 那么也希望各位听了之后呢 也要去践行 因为这场章云呢 才刚刚开始 才刚刚开始 那么下来随着春运 随着下来等等的 这个天气还会变暖的呢 那么实际上 还会继续持续一段时间 挺长一段时间 所以呢 各位一定要 不能掉以轻轻 要做好防护 然后呢 震气存在 提高震气 邪不可干 好 那么在下一期呢 下一场直播 我将会重点给大家讲一讲 我们新冠后遗症呢 是怎么来这个防治 主要怎么来治疗 那比如说常见的有哪些 比较轻的 可能会导致一些肺部的后遗症 那甚至在中原点 也可能导致什么 肺腺胃化 或者是诱发哮喘 那么包括很多 有些朋友们会引发什么 脑梗或者是心心肝 心心肝病症 那么再一个 那很多朋友们可能会导致什么 这个男性的生殖功能下降 表现了什么 这个经验的失活 或者是搞完的一些病变 或者是刚才讲的阳尾 以及很多人后面 都会出现一些情治病问题 比如说失眠 这个产生心理上的焦虑 等等 以及还有一系列的不良反应 症候群等等 好 那么下一次呢 直播将给大家讲一讲 怎么来治疗 和应对这样的一些后遗症 好 那么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好 那么感谢朋友们的这个 收看和陪伴 好 我们期待下一次再见 那么请各位呢 也一定要注意防护 做好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 好 然后呢 用好我们中医的方法 正气纯内 邪不可干 好 那么各位玩 好 好